水灾源于人的贪心,不正确的贪心,比如贪吃,贪睡,贪财,贪色,贪名等,贪求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,总觉得自己拥有的不够,总想拥有更多,人的心念犹如恶鬼一般,贪婪无度,贪婪不值,就会导致血水泛滥,酿成灾难,如果一个人什么也不贪,什么也不要,看似无欲无求,实际上是一种消极颓废的状态,是一种贪求安逸的状态。 只是自己无法觉知罢了,作为一个人,应该有所追求,有所向往,追求真善美慧,求的不是功名利禄,贪的不是财色名实税,而是不忍众生受苦,不忍圣教断绝,不忍后世子孙场夜堕落,从而激发起自己内心的大愿,将救度众生,弘扬正法,少龙圣教作为自己的使命, 进而修得修身,立身行道,始于至善,此为贪心之障用,灌溉己身,留则他人。